7月28日,因疫情发现变化,原定7月30日至8月1日为期三天的《如梦之梦》演出,紧急叫停 请各位长沙已购票的观众,按照原购票渠道退票,给大家带来不便,深感歉意 肖战为此也特意发文安慰粉丝,谢谢大家对《如梦之梦》的支持 目前疫情出现变化,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,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,保护好自己和身边的人 其实肖战昨晚提前抵达长沙了,原定是29号进行话剧彩排 所以同组的演员基本都还没到,现在因为湖南出现疫情的原因,不得不取消 但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,无论什么时候,安全第一,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不少粉丝因为好不容易抢到票,却突然被告知取消而感到难过,但也能理解 有的粉丝表示,外出审批单签完了,也做了核酸,但是大环境影响,我们尊重这次决定 希望肖战接下来的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,期待大家能在更加安全 正式的场合与肖战见面,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,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保护好自己,加油